黄俊祥他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商机 成功创业 当然更多人呢 则为了个理想走向创业之路 经营蔬食餐厅的廖静如 他就是这样 由于他是南投人 九二一大地震的灾民 让他体验到生命的无常 所以廖静如就放弃了原本的高薪工作 转而创业 餐厅食材也坚持要用家乡来的蔬果 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吃的健康 而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借此回馈家乡 白烫到的杏鲍鱼 黄澄澄的南瓜 越洋湾的绿甜豆 点缀红枣和绝米子 也以为只是一锅五颜六色的新鲜蔬菜 其实底下趁着浓郁的药膳汤底 越煮越弥漫养生中药香 我们是农作汤头在我们锅里面的 加上我们所算法来比例的汤头 所以呢 再待五分钟之后呢 高粒菜会慢慢的生水 融入我们原本的汤汁 所以它的甜度是最佳最好的一个甜度 飘香甘醇的药膳汤头 熬煮了当归 熟地 黄芪等中药材 接着把烤菇 素肉和红枣 放进锅里煎炸 不消一分钟就吸饱了香醇的麻油 这样的学问在于 让没有肉类的药膳锅 也能增加汤头的厚度 搭配澎湃的鲜酥菇类 素食药膳 这样也能做出宛如羊肉炉的风味 金针菇 黑木耳对身体又好 我觉得多吃些素食 蛮鼓励国人多吃素食 对身体又好又天然的东西是这样子 而且我最高纪录一直吃四份 贝拉斯的焗烤饭 每一口都吃得到清脆爽口的泡菜和香菇 先输意大利面 菜椒 番茄 甜豆 在面条间翻滚 洗饱酱汁 不需肉类提味 就能呈现料理的味觉层次 好好吃喔 那个味道又香 又面又Q 然后奶汁超浓的 外面吃就没有感觉味道这么浓郁啊 很多人其实不想要吃素 其中一个最大的根本的因素就是 因为素食不好吃啊 那我也这么觉得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 可是我后来来这里吃过之后 谁说素食可以做的不好吃呢 原本无肉不欢的食客 纷纷变成素食餐厅的老主顾 61年次的老板娘廖靖茹 到底有什么秘方 这是普里的辛抱菇 普里的辛抱菇的话 我们挑选是特别以A级的辛抱菇 来做挑选 因为它吃起来 它的口感上会比较清脆 会比较脆 那口感上会比北部来讲 因为我们用过北部 但是到最后还是 最终还是挑选以普里的菇为主 廖靖茹是当年921地震的 中寮灾民 于是他特意选用 南投中部的农产 帮助在地相亲 即使试过境迁13年 但家园全岛的惨痛回忆 历历在目 我们那边倒得很严重 实际上的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跟着大哥 到中兴新村里面去 住帐篷大概住三个月左右 住帐篷三个月 因为他们那一区 因为全部人都不敢进去 房子里面 因为那时候我们南投 有纠缠也爆炸嘛 所以我们看天空整个是红色的 我们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了 劫后余生的绕靖茹 人生从此改观 放弃越入可达六位数的 股票营业员生活 勇敢创业 开健康素食餐厅 一天一定要超过12小时以上 在做这样的动作 然后理由也都是要站着 因为你做事情 跑客人 服务客人 你都是要站着 但是在这中间 我觉得体力上会比较辛苦 但是让我磨练的蛮多的东西 我可能赚到也是身体吧 因为在证据院的是坐着 看盘 打电脑 然后现在不是 也是动来动去 然后反而赚到了健康 餐饮新鲜人 凡事靠自己 廖靖茹靠着一台小车走天下 这台是你的小黑 对 我都叫黑金刚 黑金刚 九二一地震的打击太深刻 廖靖茹的后车厢 装了满满的逃生救难物品 竹竿啊 然后还有那个瓦斯罐 瓦斯桶 帐篷 干粮 饮水 救难包 如暑加针 移印俱全 这名钥匙圈 都是野外求生的第一手 怕的不是死 怕的是当你遇到灾难的时候 你又不会死的时候 你身边又没有任何的东西 或者不管是保暖 或者是肚子 因为真的灾难来 可能这一两天 是最主要的时段的时间而已 你怎么样 你的意志力怎么样 在这一两 这一短短的时间内 让自己存活起来 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 一开始看会觉得 好像有点大惊 就是小题大做 对 可是后来 那个三一地震以后 我就觉得 台湾应该也要有一些准备 开了一年半的餐厅 也成为他的讲堂 让客人交心 分享他的人生体力 会让我看得更开乐 因为在那段时间 很多人突然间 有房子变没有房子 有家人变成没有家人 所以那段时间 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转念 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 可能在那一边 你会觉得说 人生这么短暂 有时候可能明天就没有了 有可能 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 要干嘛 就提早快点去做规划 总是校理营人 再加上对食材不计成本 他的餐厅渐渐打响知名度 乐静如早就忘却地震悲情 展开美式人生